一颗心在风雨里 飘来飘去 都是为你 一路上有你 苦一点云远 上一次我们讲到收集名片 你可以透过简讯自动发送的系统 还有透过电子邮件自动跟进的系统 让对方在一年之内 甚至是未来的好久不只是一年 可能好几年都可以连续收到你的信件 或者是你的简讯 这必须靠系统去运作 因为人脑没有办法去做这类的记忆 所以你必须去交换到很多的名片之后 就可以跟进这些名片上的潜在客户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通讯软体 譬如说在美国 他们流行电子邮件 流行Facebook 可是在台湾亚洲地区流行很多通讯软体 像台湾LINE非常流行 日本韩国都很流行LINE 像大陆流行微信 所以他们就比较会去收发电子邮件 或者是好几天才会收发一次电子邮件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必须去引引各国的国情去做行销 以台湾来讲的话 台湾目前就是LINE的使用率已经高达1700万人 你想想看喔 台湾2300多万的人口 有1700万人在使用LINE 它的使用率已经明显比Facebook高出很多 比脸书的使用者还要高 那第二点呢 它的即时性非常的快速 LINE的传输对话 文字对话比这个脸书的传输文字还要快 反应速度更快 甚至还可以直接拿来讲电话 也不用钱 所以在使用台湾的这个通讯软体 你的触及率 触及客户的抵达率是更高的 譬如说我电子邮件发出去 如果你都是发给认识的人 而且是潜在客户当初订阅你电子报的这些潜在客户名单 我们称为许可式行销 就是它是主动订阅你的电子报的这类叫许可式行销 而不是乱发垃圾邮件 这类的许可式行销 你发出去的电子邮件会开信的比率 可能会到达50% 已经不错了 另外50%可能很久才看 好久才开自信 不见得会开信 但是如果是LINE的抵达率 目前统计都有70%会去开启 所以你要用50%还是用70%的工具 当然是抵达率越高越好 而且抵达速度非常的快 那你要怎么去用LINE做行销 之前我们都是 你要一次把讯息发给很多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把很多人加在同一个群组里面 对不对 那他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发讯息别人也会发 那就会引起很多争议 比如说你这个群组里面有30个人 那其实本来是你自己想要布达你的讯息 给这其他29个人知道 可是这29个人里面也有人他们想要做反行销 他们会去po他们的讯息 那如果有人po了 Apo了 B看了不舒服 那这个群组的气氛就很尴尬 因为大家就不舒服 而且如果这29个都是你的客户 那你的客户在里面跟你讨论价格 那你怎么办 那你每一个客户的价位可能都不一样 提供的服务不一样造成价格不一样 那他们里面互相比较 彼此客户又互相认识 那不是很尴尬吗 所以啊 如果你有一个类似简讯 类似我们手机简讯 一对一的发送的这种系统 那不是很棒吗 那LINE现在出了LINE AT生活圈 所以为什么最近我一直在教LINE AT生活圈 因为他这个功能非常好用 就是你一次可以群发给五万个人 一次群发给一千个人 都不用花很高的费用 比如说你如果要发五万个人 那一个月的费用就不到八百块 一个月费用不到八百块 那你如果是发一千个人 那都不用钱 发给一千者都不用钱 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行销工具 只是呢 一样啊 要把握一个重点 你发出去的东西都是要有价值的资讯 有价值的资讯 那再来就是 你怎么去推播这个账号给别人 就好像 你要成立了一个网站之后 你怎么把你的网址让别人知道 这个才就是行销嘛 对不对 让别人知道 而且别人想要来看 这个才叫行销嘛 那这个LINE的生活圈 LINE AT 它跟这个粉丝团很像 就是别人来按赞 等于别人来加好友 等于微信的别人来关注 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在收集粉丝 那这些粉丝呢 他如果不离开不封锁 他愿意收到你的讯息 那你觉得好不好 如果你一次可以发送给1000个人 甚至1万个人 这样的讯息 那不是很棒吗 而且是这些人呢 马上及时就可以收到 更棒的是他还可以做排程发送 你可以排程一整天啊 你可以排程一整个礼拜啊 每天发一折啊 或者是你可以排程一个月啊 每个礼拜发一折啊 这都是很好的方式啊 哇会车 好窄喔 所以这种用LINE AT做行销呢 你刚开始要让你的粉丝有黏着度 黏着度很重要 所以你不要去发广告文 如果你发的都是广告文的话 那粉丝很快就封锁你 没有黏着度 那没有黏着度 他之后就不可能再收到你的讯息了 那怎么样去申请这个LINE AT生活圈呢 什么资格的人可以申请呢 哦 好消息哦 就是在今年2015年的2月之后啊 2月12号之后 全面开放 只要是人都可以申请 只要是人都可以申请 他分为一般账号跟认证账号 那一般账号呢 个人就可以申请了 认证账号呢 公司好好才可以申请 好 那赶快看一下 如果你已经是我的粉丝 已经订阅我的 加入我的好友的话 你就会看到 我有一个线上教学 免费的线上教学 你就可以马上去申请一个这个账号 你每个月都可以发一千折 不用钱的简讯到你的粉丝里面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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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